大家好,我是凡亚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水贝纳 Double Tech自信风采眼影盘 它真的好棒哦 今天整个上妆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满意 分享给大家我怎么来使用这个产品好吗 那我是拿一个化妆算是手蚕一组哦 我不当会化妆 那前一阵子有稍微透过学习 再加上请教一些专业的彩妆老师哦 那他告诉我们的材质真的很棒 那真的我们这个在上妆的同时就像保养哦 那因为我皮肤偏干燥非常干 所以在这我们没有那个眼影膏 所以我就会使用这个我们的化妆水 加一点点我们的粉凝霜来当眼影膏 因为为什么要上眼影膏呢 眼影膏上上去以后呢 它后面的这些眼彩比较好上色 附着力也比较够哦 那我会先用手指头呢 沾取的刚刚的我们的粉凝霜 当眼影整个眼窝的地方 通通给它涂满哦 稍微用手指头涂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的哦 接着呢我会使用这三个颜色 一二三 一二三 这三个颜色 第一个颜色选用这个颜色 我会使用这个眼影棒 这样沾取以后呢 从这个眼尾的地方 慢慢的涂这样子晕开 晕到这个地方 不要到眼球中间的地方 就直接从眼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接着第二个颜色 我会使用这个颜色 那我也会使用 稍微用一下刷子 直接从刚刚这个靠近 还不到眼尾 从这个地方开始上色 上到快要到眼中的地方 这上第二个颜色 那接着最后呢 第三个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我会使用刷子沾取 直接从眼球正上方中间的地方 往这边稍微晕开 往上晕开 整个晕开 最后再剩下鱼粉 再给它带到眼头的地方 稍微带到就可以了 好 那整个眼睛感觉就会 饱和度 还有明亮度都很够 那最后呢 我们要画上腮红 整个气色会更好 那这两个颜色呢 我是采用这个颜色 因为这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都非常红 那所以在使用它的时候 这个腮红要上的时候 要特别的小心 沾取的时候 再一点点就好了 尤其是用那个斜刷 或是就是打圈的方式 可是量一定要很少 切记 那上完之后呢 我会用这个就是斜刷 这样刷开以后呢 最后我会沾取一点点 我们这个 我们的蜜粉 帮它将我们 就是在脸颊两侧的地方 让它颜色再晕开 比较自然一点点 不会太红 那整个上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棒 在上妆又可以就是保养 那最重要是手缠一组 就可以画起来 我今天觉得 虽然有皱纹 可是整个彩妆感觉上 就是自信还有魅力十足 我是非常喜欢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这个手缠一组可以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 你也可以动手赶快 让自己完美一下 随便纳的 Double Tag 自信风采 眼影盘 让你魅力四色 你赶快尝试哦 你赶快尝试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